当地时间9月12日,墨西哥议会首次召开与不明异常现象相关的公开听证会,展出两具疑似是外星生物的遗骸。 据称这两具遗骸距今分别有1800年和700年,遗骸的头部细长,每只手有三根手指。 从遗骸中提取的DNA也显示,它们并非人类。 墨西哥可能因此成为全球首个承认外星生物存在的国家,疑似外星生物遗骸亮相的新闻,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全球网民的热议。 这外星人长得还挺外星人的。 好莱坞电影道具,这不就是仿照人类的样子做的吗? 你要是不说,我还以为三星堆又出土新青铜器文物了。 你要几个,马上打印发货,亲。 网友吐槽的重点,用一句话概括就是,这长相也太符合我们对外星人的刻板印象了,反而感觉不可信。 假如真有外星生物,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? 地球人的变种,人机结合的异形生物,半动物半植物的生命体,还是尚未进化完成的细胞物。 让我们把想象力交给人工智能。 AI脑洞下的外星生物超乎你的想象吗?